我覺得我以後會來 目前沒有一個東西是不好吃的 完全沒有任何廣告費 其實很好吃 請掃描QR Code 好 交易成功 就是這裡啦 雨很大 雨啦 真的來了 好 因為很大雨的關係 我們本來想去第二間餐廳 但今天沒有開門 之前有說他家附近有一個超好吃的雞酒 就是這裡 他就說好 我們就來這裡 然後我們就超級隨機的就來這裡 而且定位還剛好有位置 這邊平常都要排隊 我們這邊是平日 下大雨的平日 好煩啊 好 我們點吃的 我超喜歡吃他們叫超水蓮 所以昨天已經點了你 好 是比昨天那個好吃很多對不對 這個好像很有名 炒烏龍 對 我剛剛看到白醬 那個蠻好吃的 明太子 明太子 你敢吃嗎 我沒有東西不吃 我幾乎沒有東西不吃 他不吃海鮮 對 我不太吃海鮮 你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人 不是 你可以停準稱讚別人嗎 味噌湯 蛤蜊清湯 你不敢喝的 我可以 蛤蜊我可以 為什麼蛤蜊可以 你吃什麼不行 你標準在哪裡 我就是內臟不行 然後蝦跟蟹不行 蛤蜊跟魚我可以之外 其他就是no no 泡菜皮蛋 你覺得我要在這裡吃泡菜皮蛋嗎 我有啊 他說推耶 推那叫 點酒 點酒 酒是今天的重點 好 我也滿18克請勿喝酒 不可以喝酒 小孩子不要亂學 已經有練過 沒有練過 那我要喝米的 米的 不知道什麼味道 你要冰的熱的 冰的 冰的 所以你們平常是有喝燒酒習慣嗎 是什麼樣的燒酒 酒 日本的燒酒 它絕對每個都是一粒在25 哦 那很高耶 那我和別人好了 欸我要荔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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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 小孩子喝的感覺 這有一個醬圖 桃園出的欸 欸好喝 我覺得我會喝很多 我覺得這個比台皮出的好喝欸 台皮的比較苦 這個比較甜很順 好像果汁對我來說 我發現因為昨天我們吃的毛豆 因為平常都是鹽巴而已嘛 我們昨天的顏色有調味 這個也有調味 美酒 我沒有太喜歡美酒 它的酒味挺重 不過蠻好喝的你有沒有喝看 酒性濃度感比較濃 好濃喔 真的覺得有點太多 皮蛋真的一顆皮蛋在這裡 我都以為是紅色那種泡沾 結果台灣泡沾會白色的 我要把它弄開嗎 好彈性的皮蛋 我超愛吃皮蛋的 可是很多外觀吃不了啊 我也吃太老 但我可以吃 我可以吃 傻眼 吃不太有皮蛋那也排順椒 其實我也沒有真的很會吃皮蛋啦 我會覺得它有點噁心 就是如果光吃了它 它醬很好吃 很好吃欸 很好吃 很好吃 你來過幾次啊 我上次來是被揪來吃宵夜 我以為你是來了很多次 然後就那次推薦 永遠都在排隊 在家附近 然後要排隊的店 你就永遠都不會進去 你懂嗎 它就是台灣的泡菜 配皮蛋 皮蛋味沒有很重 我喜歡 因為是沙拉醬吧 然後有一點那個 鮭魚丸 很棒 我覺得我會為了這個而來欸 真的很誇張 尤其因為現在餓 我更想要吃湯 對水蓮沒有很熟悉 我是來這邊才知道水蓮是什麼 台灣的鞠酒菇一定要連水蓮 為什麼 我不知道一個習慣吧 我個人 就是鬆板 一定是鬆板出草的 但是就是脆脆的 滿好吃的啊 我覺得比昨天好吃 有 比昨天好吃 補充一下我們是去狗一下 昨天 我覺得狗一下蠻好吃 可是這邊更好吃 快點 很嫩 這個肉 而且它肥得很剛好 好爽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為什麼會叫烏龍麵 日文也是烏冬 然後香港也是烏冬 為什麼台灣是烏龍麵 因為我們特別 喔 是嗎 而且都會覺得 很奶很甜 很膩 很好吃 你有沒有覺得它很像小時候 有喝的奶粉味 有有有 有一點有一點 我覺得我以後會 會來 就目前 沒有一個東西是不好吃的 就是雞井 雞井 雞井 我覺得好吃是好吃 可是它沒有 沒有相對的驚喜 欸真的 人是一直進來的耶 喔它脆皮 它超脆的 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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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好吃 欸我很愛吃雞鑽 韓國的路邊有很多 我有點飽 嗯 點太多 你也有飽嗎 它吃起來就像一般雞爛果 欸我覺得調味很好吃 完全沒有任何廣告費 就是很好吃 大家來吧 雖然可能要排隊 你不能叫大家來 這樣大家來的話 你就吃不到了 那大家不要來 其實我蠻喜歡這種 日本的鞠酒屋 就去日本或者是 來台灣的時候蠻喜歡吃 這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韓國沒有 韓國有 但是韓國的 不是這種東西 充滿韓國味的日本菜 什麼都會放那種 韓式辣椒粉 或是怎樣怎樣 我覺得有點失去了 那個日本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就算 我在台灣可能每天吃 就是具有 我也覺得我應該可以 我覺得日本菜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吃不太膩 韓國菜有機會吃的膩 然後台灣菜也有些味啊 因為這個人呢 剛剛看錯了那個帳單 以為我們吃了800多 我想說 怎麼吃這麼多東西 怎麼可能800多 結果是1485了 對 這很正常 800多都會太划算了 衝過來 我們現在吃完了 走了 可是魚很大 我的天啊 真的好吃 好吃的啊 沒有推薦錯 因為他說其實有很多個分店 可是這個應該是本店嗎 好像是本店 價錢 可是那個G9歐斯一般來說 就是在台灣來說 偏一點點小貴的嘛 好那 因為現在雨超大 然後我要停止錄影 不然我的相機應該會壞掉 好喜歡這個影片 幫我按一個讚吧 那你也知道 來追蹤我 我的Facebook 記得訂閱我 還有 還沒 還沒 就不拍錯那種新的影片 那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